很開心有一個機會可以加入這樣子的一個對台 然後我的工作現在是Google台灣人資長 然後最重要的工作當然就是在內部做這個人才的策略的制定 那對外的話重要的是我們要清楚的去向人才說明我們的機會點在哪裡 其實在全球的布局裡面Google非常看到台灣 所以台灣有至少的一個位置 Vanessa太謙虛了基本上他就是我們HR的大頭 OK OK 想替觀眾問一下就是說 就台灣Google工程師他們的這個薪水啊 還有職集是怎麼算出來 大概薪水的範圍是多少 我覺得我想要花一點點時間解釋一下這個就是邏輯 因為說實話數字我們是不可能去認證的 因為這是一個密心值的一個結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但我覺得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很透明的講這個邏輯 他知道這些很準的 第一個就是內室的結果之後結併了一個適當的職集之後 他會是一個level 第二個步驟是這個level會去對應這個市場上面 這個level這個工作這個能力的範圍 然後第三個步驟才是在這個range裡面 台灣的市場如果我們要給到最高最有競爭率的話 那個數字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想我們一個人進了面試之後 我們就有了一個直擊的結果 直擊薪水的range 反應當地市場競爭 然後我們給市場最有競爭的那個上緣 所以這麼複雜的過程每一個人都case by case 我們非常難以在市場上說 在這個直擊的就是幾多少錢到多少錢 會有更好一樣 所以希望這是有一點點邏輯的分析 據我了解就是舉個例子來講 這邊的話像是Facebook他們給的薪水 他們是target 99% 你們有這種內部target嗎? 肯定有 那我也很相信我們跟Facebook比起來 我們也非常有競爭力 我不方便透過這個數字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那個水準 不會比Facebook相當或甚至更高 OK That makes sense Google台灣跟全世界各地辦公室比較的話 你覺得薪水方面會變competitive 因為我們之前比較是跟台灣本地的企業 或是一些其他的外資嘛 那跟其他國家的Google辦公室比較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呢?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邏輯 就是基於每個人認識的結果 決定的那個職域之後 其實我們後面的科學化的這個比對方法 都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國際市場的結局 我們會去思考 在這個市場上做工程師 跟那個市場上做工程師 為什麼出來的心血好像不太一樣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點是 大家必須思考 每一個市場上面它的變化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有辦法拿這個 氣股跟台灣做絕對值的比例 絕對值比例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會建立一個思考的是問自己 我要的是什麼? 這個價值有沒有到? 如果到了不要看那個就是殖民的負責 那福利呢?就是員工福利這方面? 我們是Global Consistent作為一個最大的前提 那如果在當地市場有一些特殊性的時候 我們甚至有可能on top of the foundation 再去加當地市場需要的特殊性 譬如說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 我們要講到Banfit 要講到對於工的照顧 很多東西是須規制的 每一個市場的疫情變化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會非常希望可以特殊化 為當地市場提供一些不同的一些補助 Global的Franwork 但是Local的Response Yeah, that makes sense 很多人會覺得說年齡會不會影響 被選到面試這方面的規定嗎? 多元這兩個字是Google非常非常非常 會一樣的地方 年齡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我們其實非常害怕我們自己太同學化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希望建構的是 內部的所有員工他呈現的樣子 剛好是這個社會的樣子 其實我們反而很擔心 我們只有集中在某一種年齡群的員工 可以這麼說就是絕對不會有這種年齡上面的歧視 或各方面 如果我們用年齡或是一些這種個人的因素 當成錄取面試錄取的標誌 反而是違反公司的規定 而且我們自己身邊也有很多員工 有很多類似的案例 就是有人其實都已經在學校當到教授了 才回來當基層的工程師 那也有非常非常年輕 然後就已經擔當管理的職位了 所以這個就回應到剛剛 本來想講的百合時題 反而剛好是相反的 我們不堪年齡 而且我們反而是要年齡或是種族啊 宗教性別等等都多元 確實就是不一定年輕人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任何年齡只要想要學都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假如大學可能讀的是商科或什麼之類 然後他想他自學也很努力的把這個東西學好 那請問一下就是這種情況下 你會給他面試的機會嗎 我們非常樂意給這種人的機會 其實在公司裡面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學杠的例子 就是跨禮儀財這件事情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是學機械看 聽起來很硬體的 那我印度很棒的地方是 他讓你有一個機會是你在你的基礎底下 如果你想要跨禮儀財 你也證明你有相當的基礎跟能力 也是可以跨到軟體的 我們非常歡迎很多話語意義的工作者 不管是挑戰或者甚至進來之後來帶給你的團隊 他可以給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思維 有一個很不錯的例子是 我們有很多學校或者是學校的同學 他的背景可能他選科系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就來一番名聲 但他這一路上面他可能自己去考很多的證照 然後他可能進行了很多不一樣的大小比賽 然後他在他比例表裡面去很好的呈現出來 我們看到很多音痕 然後很多學生中裡面 其實來自私密八方的人都有 所以我們常常重視的是碰到人潮的動機 就是他的動機是他想學的事 他想要透過軟體來創造這個運動 而且他配合一些努力 也不一定要就是名校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很多觀眾覺得說他們是私立大學 好像就沒有機會進Google 就是好像投了很多履歷一直都沒有這個 被選到就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拿到 所以他們就有這個想法就可能 是不是Google只看這種學歷就可能你不是什麼 抬青椒之類出來的 要不然就沒有這個面試的機會 我覺得除了去說我們不會這樣做以外 我其實還蠻想換個方法來說 就是你怎麼讓你的理力表突出 我想第一步這個是虛念審查這件事情 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隨便讓你的理力表幫你說故事 那不用去側重說 我只有這個學歷所以我怎麼樣 而是去想我放了這個學歷 你不要我要怎麼樣 我想讓我的剛才講我的動機我的興趣 然後我的想法很清楚的在理力表面會展現 否則我自己是念政治系的 完全是沒有相關 那我自己的心態是什麼 我做了很多很多不良的學長 我當時在想的 還有我們現在鼓勵人才去想的就是 你其實去highline你覺得 你後面會這個stand out的點 何不如去highline你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到一個新的領域 我覺得有幾個很重要的點 第一個是去證明你有一個effort 你的effort可以透過我剛講的一些 證明然後參加一些比賽 另外第二種effort就是 你參與過哪些工作 哪些給你哪些社團 這些的東西都sum up 就是我很有興趣 而且我也很力度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有兩種 學書裡面的科系 當然是一個encher的點 因為它是很明顯是 我偏要救你什麼 然後佩命你什麼 但是更衷心是下面那種經歷 你經歷對什麼 除了去 show 你的 effort show 你的 ambition 以外 寫的方法也有點重要 寫的方法是有兩個被告主 其中一個被告主 是我們超級不建議的叫流水帳 就是你去寫 如果有三十五六七八九十 其實這個東西是很不建議 另外一種寫法是選出三到五個 你覺得你做了這麼多之後的impact 因為我做一輪文字的九十 所以我創造了一二三三種 效果 效應 成就 這個從這十個流水帳 變成三個impact 這個過程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做了 你的履歷表就會非常不錯 在google 我們基本上是 ifold 是認定大家 是用英文來表達自己 然後呈現自己以及被evaluate 所以我覺得一個好的品質 不錯的英文履歷是一個必要的 對 尤其是主考的是你自己 也是一個國際人才 比如自己在台灣這個地方做 爭取或競爭 其實是把你自己放到國際的舞台上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步把一個好的履歷表 做成英文的方法是一個第一步 也是非常基本的一步 那身為一個就是應屆畢業生或是還在上學 要怎麼樣才可以進到google實習 有什麼東西可以建議他們可以提升實習的機會呢 因為我們的團隊在長大當中 我們需要人才從各種方面來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我們的實習機會只會增加 而且會增加到很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我們有跟非常多的大學其實有更進步的合作 只要有這些機會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也會在學校裡面做運作 我們不會只針對大四或大三實習機會的這個offer 其實我們往前推到非常的前面大一大二 即使你是大一大二你都有機會 所以不要等到大三的時候 或大二的時候才去問學長 你為什麼可以去google等等 你自己再大一個就可以開放這個機會挑戰一下 我們一個網站是careers.google.com 那也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叫posting的地方 Google台灣辦公室肯定不只是engineering 有各種不同finance、marketing那些 可不可以請Vanessa分享一下 就是Google台灣有沒有特別想要招什麼樣的人才 我可以提幾個 我現在正在高速成長的團隊 那也反映global level的project 然後落地在台灣 我們的硬體團隊裡面包括NEST 我們也正式歡迎了Fibbit的團隊 這些都是一些很特別的project 然後軟體上當然也是 當我們有了這個硬體的這個form之後 我們需要有軟體來啟動它 所以Android 然後Pixel software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投資 那除了這些以外 其實我們在marketing 然後其他相對應的infrastructure 這個通訊 然後supply chain 那邊其實也都有一些基礎工程 都在高速的成長當中 目前亞洲只有新加坡跟台灣 有Google多國在落實 所以台灣就是一個global的水平 這一方面也是會很需要人才跟產業的合作 Google比較特別是 我們都會把職缺起來比較specific的 那條件底下有時候會 你可能就會不小心miss out一些機會 因為你覺得 那時候聽起來好像不是我 不要這樣想 OK 你要去小學生 我看這個職缺的時候 那個產品它是怎麼樣 如果我有被他心裡 那我就讓我爭取 台灣的Google要怎麼樣去保留這些人才 還是你們支持就是你們的員工去任何地方發展 在Google最棒的地方是我們給人才最大的自由去選擇他的 Google的文化鼓勵大家擁抱機會挑戰 所以如果你的機會在台灣 那你就應該要留在台灣 把台灣的機會做到最好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主要的機會在瑞士 那你就應該去瑞士 所以我覺得Deaf這個限制真的不去我們對台灣的 我反而會回來問我自己和我的管理團隊是 我們提供了什麼機會給我們最想要的人才 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多元性 什麼樣的挑戰 什麼樣的innovation 讓其他人會想來 還有在這裡的人想得下 真的其實概念是那個project 如果你對Google地圖真的很有衝擊 那台灣就沒有在做Google地圖 那好吧 那of course你可能就必須選擇其他部件 可是如果說 因為現在台灣有一些很大的 然後很不錯的project 那這個如果是給你專長 是你的興趣 然後你剛好又想要留在台灣 那這個可能就會好 所以這個就回應 剛Vanessa講的 每個人的價值很不同 對 台灣應該是從以前比較小的這種研發辦公室 現在已經發展到 就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大型研發的基地 在亞太地區 觀眾就問我說 在台灣有沒有打算開第二個辦公室 在台北之外 我們的辦公室 現在其實已經有6個 6個是6個 city 6個城市 所以我們有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 台南 跟彰化 是根據不同project來做分散嗎 還是 比如說你今天住在桃園 然後我想要去桃園的辦公室 就可以去桃園的辦公室工作 對 我們還是非常appreciate 那個collaboration的 synergy 通常是同一個團隊會在同一個地方 那我相信Land在Google已經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沒有一個企業是完美的 就是一定會有很多缺點 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這是Google的缺點 然後假如你有非常多的能力可以改變 你會把它改變 Google一開始大家都叫做是一個形狀公司 然後有很強的形狀和精神 可是當這個公司已經到達到這個這麼大的程度的時候 你要去實現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 如何繼續維持說很快速很有彈性很開放 可是同時又不要這麼繁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這個是最內最外都是很辛苦的 那另外一個事情是 因為當初它就是一個在矽谷的一個startup的公司 那它就是一個美國公司嘛 所以所有的思維都是非常 美國企業的角度出發 這個都是非常正常 可是當它現在變成一個超級大的跨國公司 如何跳過一個美國公司的思維去 去以細想說其實每一個地方的國情文化還有政府 全部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目前Google還是很困難 OK 假如今天你們不是為公司發言 就是假如今天你們是以一個這個員工的角度去想 看這些這些問題的話 你覺得你今天的答案會跟你自己內心的答案 就會不一樣嗎 我一定會說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就是我所有的knowledge 我對公司的理解 都是跟我個人的理解完全是一致的 我今天在回答的時候 我都盡量想要回答到 如果就算我是一個就是Google裡面的無名士 然後被邀請來講 我也會講一樣 包括薪資的部分也是 就是我知道有些需求是想要講的非常適合 但是第一是我沒有辦法講這個適合 是因為沒有那個答案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講出一個數字 然後去驗證它 這個是事實 但是我會問我自己 那什麼是事實 然後什麼是品種的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Vanessa還有Lan 抽空來這邊跟我一起講這些東西 謝謝Terry 掰掰 掰掰 好啦那希望今天這集 跟Vanessa還有Lan的聊天訪談內容 可以幫助到你 那也非常的感謝大家 在我之前的影片底下 還有我的Instagram上面留言 告訴我你想要問的問題 大家都非常的踴躍 但是因為有時間還有影片長度的限制 我沒辦法把所有人想問的問題都問到 然後把所有的內容都剪出來呈現給大家 所以這就算是一個 我覺得把所有重要的內容 全部濃縮在一起的簡化的進化版本 那假如你看完這部影片還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會盡量的回覆你 如果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的話 那我還會再去請教Vanessa跟Lan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一定要記得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講更多關於軟體工程師 還有投資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